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造型场上 大刀都架在脖子上 他居然临危不乱 略施小计 最后 竟然夺了刀斧手的大刀 反手劈了刀斧手 安然逃脱 这件事发生在明朝末年的四川 主角十一军首领张献忠和明朝武将洋展 话说明朝末年 天下大乱 天灾阳祸交织之下 百姓们纷纷揭杆而起 汹涌浩荡的农民军队伍席卷全国 其中最为著名的末国 于李自成和张献忠两支队伍 重甄末年 张献忠大兵进入四川 到处攻城掠地 想把川中作为他的王八之鸡业 张献忠围攻成都时 明朝川北总兵刘家印带领部署前来救援 与张献忠部展开血战 结果刘家印不是张献忠的对手 成都没守住 自己的队伍也被击溃 伤亡惨重 刘家印手下的武将中 有个叫杨斩的人在战斗中负伤 被张献忠活捉 这给杨斩可不是泛泛之辈 他自幼其武 胆识过人 某勇兼备 曾经是崇祯十三年的武进士 在当时的明朝武将中 属于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 明记蜀记记载 张献忠攻克成都后 命人把俘获的明朝兵将压到城外 全部砍杀 杨斩也被武花大了 行刑之时 刽子手注意到杨斩的盔甲十分精致 有心占为己有 杨斩见有机可乘 盲手 黄泉路手 当为轻装 吸血将污脂 刀斩手起了贪心 就给杨斩松开绳索 托托盔甲 杨斩趁机夺刀 劈死刀斩手 纵身跳入锦江的托大难 LQBJSF了解更多详情 杨斩死里逃生 从此与张献忠不共戴天 他在家定建立起反抗张献忠的基地 招兵买马 保姓安民 时不时出动与张献忠大战一场 杨斩文武全财 胆势过人 很快成为川中数一数二的实力派 张献忠十几万人马竟然奈何他不得 直到最后 张献忠无法立足 乘船携带大量金银财宝 准备撤出四川时 遭到杨斩的水师突击 结果张献忠大败而逃 装在巨额财宝的数十艘大船 被烧毁沉入江中 使得张献忠多年积攒的财富一天之内化为泡影 损失惨重 杨斩骁勇善战 冲鸿于大明 可惜最后死在军阀混战中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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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